近期随着农委会与经济部宣布停灌 桃园市政府也开始受理登记修根 不过未在航空城内的农地是否能领取补助却引发争议 对此桃园市议员朱真瑶特别召开记者会 并呼吁市府要妥善运用修根补助 目前航空城的大概范围大概2700多公顷左右 大概有1500公顷是被财团所谓的投资客买走 我们希望为什么讲国难财呢 就是希望说这些东西可以用在刀口上 再次的严重的慎重的提醒市府 以及操办的这些所谓的承办人员 一整个一条龙的人 让他们清楚知道 我们要补助的是农民以及实作耕作者 并不是土力投资客 韩空城争作土地都还没有购物 还是我们的农地 我们还继续在耕作 所以希望政府还是要给我们填冠这些措施 每年一起做的时候 大园区的地主经常会将土地借给农民耕作 并在二期做时向桃园市政府申请修根补助 不过这次因为受庭官影响 桃园市议员徐奇万也判市府 透过实际补助农民 借此达到双赢的局面 今天的这个补助 可以真正的是落实照顾我们的农民朋友 照顾农民朋友 就比照过去的第一期由农民来领 因为毕竟来讲 他们要领这个田冠补助 今年因为受到停官政策的影响 航空城范围内的农民 在8000到8500还是要翻根 那在翻根的时候 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 第一期还是给 政策有在耕作的农民朋友来 他们来领 那第二期 那要停整个修根的时候 农民朋友把所有土地翻根好 再交给地主 今年因为受到停官政策的影响 航空城范围内的农地 也纷纷提出修根申请 而对于实际耕作的农民来说 一期不仅无法耕作 同时还领不到补助 对此十一元朱真瑶 徐其万要求市府重视农民困境 借此要帮助农民度过难关 借此我充总与您打破的 放任 继续